今天我们现场要专访的是 孙少义教授是电影评论家 毕业于南加州大学 南加大的文学电影博士 其实以前在南加大 还有纽约大学教授电影 现在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电影学教授 还有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教授 孙教授要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关于中国影视界的阴阳合同 我觉得用两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可能就是 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一个人赚了钱多要交税 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天经地义的事情 当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首先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当然第一个是反映了中国的 首先电影电视 它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 如果成熟的一个产业 大家都遵照规矩来办事情 这个产业就比较成熟 然后也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两份合同 或者什么其他的事情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它又是你可以讲它是一个 和市场是景异相关的 你如果用行政的手段来打压它 或者是用强行收税 特别是以百分之四十几的税率的话 我们讲它肯定会影响到 电影电视产业 整个一个不太成熟的 中国的一个电影电视产业 讲到这里我们讲 你如果看美国这样的一个产业 它就比较成熟 也是比较尊重一个市场的规律 我们讲美国它这个好莱坞 它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所谓 我们讲每年都出一个什么明星 这个男明星最多的是 它的这个标价的 那个女的明星最多的是标价的 大家都没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事情来说 而且美国它现在有很多这个中心 它在促进这个电影产业 然后为什么呢 它很多这个城市 它为了把这个电影产业吸收到它那里去 它说我给你降税 我给你降税 你比方说很多城市 比方说路易三那个州 它说我给你降百分之二退税 退百分之二十五 就你到我这来拍片 你到我这来拍片子 我来退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你要顾我这里的一些人 然后呢我给你退税 很多很多这样的势力 这种势力呢我们讲 各个地方呢 像美国这样成熟的一个电影产业的环境里面呢 它还在一个讲一个 要狗立你这个地方发展 但是呢 中国这样子忽然一个大门棍打下来 我觉得有这个一刀切的这种一个元素在里面 有这么一个做法在里面 它肯定会短时间内对这个影视产业影响是很大的 很大的这么一个东西 阴阳合约也不是说是 这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如果我们讲是完全是一个依照市场规律来那个的话 它政府它用不着 就是忽然在一阵时候给你一个像是一个 对这个影视界进行一个严打 严打这么一个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根据这个 是对法律这个东西呢 是一种不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一种执行方法 但是在短一段时间里面 它对你严打 那过了这段时间呢 风头过去了 大家又纷纷地回到老路上去 纷纷回到老路上去 那么吃亏的呢就是那几个在严打期间给抓起来的 就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它整个一个 我们包括对政府怎么来管理这种行业 实际上政府呢是越少管越好 如果你有健全的一些制度 或者健全的一些一些做法的话 那么你让行业来自律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行业自己来做这些东西 那么应该能够做得更加好 那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明星就是明星 这个影视业它还是一个明星产业这么一个东西 是的 那一部电影它实际上 你如果这部电影是一个普通的 但是你加入了一个比较大牌的一个演员 这个电影就不一样了 这个电影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它整个还是讲 我们讲这个 虽然它的那个价钱在那里 但是呢它价钱是值这个价钱 对 值这个价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当然我们讲要 仍然讲要遵守法律 但是那个法律呢最后它到底合不合理 执行的力度到底怎么样 然后执行的这么一个广度到底怎么样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偏偏出现了这么一个要所谓追查阴阳合同 这么一个东西 你都我们大家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可以大家来讨论 不必要作为一个像是一个给人感到是一个严打的一个 像是个影视界现在好像我们都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 中小的影视公司 就讲现在已经过冬了 我们就冬眠吧 冬眠不做事了 因为不做事它说不定就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就躲过这一阵子到明年再说吧 或者明年开春再说 这个从产业发展来讲 这个影视行业它既是一个我们讲有这个底下的人 有这个就是蓝领的一面 但是它也是一个高科技的一面 它应该是由国家来鼓励 而不是要出方针来鼓励 而且减税 而不是要给你加税的这么一个行业 然后因为你还涉及到这个跟全球电影产业的一个竞争的问题 真的 这种问题考虑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应该是政府是应该减税 而不是应该是加税 希望通过这件事情 中国的能够让中国的影视的制作 能够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向 这个路呢要蛮长的 我觉得这个路是蛮长的 首先它是一个政府喜欢管的这么一个 到处喜欢管的这么一个行业 然后各个行业都喜欢管 然后呢一遇到风吹草动 就想要进行一个集中整治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它只是一个就是我们短暂的东西 其实挺疼的 我记得孙教授以前曾经跟大家讲中美电影关系的时候 也谈到说你看现在美国电影 其实不能叫美国电影 那是全球的那个电影 它是一种文化 好莱坞不是一个美国的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旗帜 美国电影就是最好的 那中国电影要赶上美国电影的一部分的话 还要花好几十年的努力 四五十年的努力可能才能 有所进步 可是这样一腾下来以后 可能又中国电影的起步和腾飞的那种速度 可能又讲又减慢了 可能有一些作品 它就是或者是年后了 或者是就不拍了 或者是因为什么这样那样的事情 对啊 很多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孙教授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